Oh Watch Your Loom 新劇情來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羽毛 黑衛部隊的劇情來啦 在下禮拜三就可以玩到新的劇情 制裁行動 來了啦一直說 為什麼是簡體的 簡體的 有時候簡體翻得比較直接啊 再加上我那時候還找不到繁體的 好啦 新的劇情已經在官方的YouTube丟出來了 還沒看過的觀眾建議先去看一下 超棒的啦 這次可以用的四隻英雄分別是 死神 麥卡莉 元氏跟墨依啦 還真的沒有坦克呢 反正也在台服習慣了 大家應該都ok啦 不驚訝 不驚訝 而這次制裁行動的劇情 你應該會是在任務完成後要撤離的時間點上 或是從一開始前行進去刺殺 那這次刺殺的目標會是誰呢 如果你有看最新的漫畫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 最新的漫畫 制裁行動 我也放在影片下面了 還沒看過的觀眾也先去看一下 漫畫裡主要是在講這次行動的前情提要 主要是傑哈跟黑衛要去弄 利爪組織的幹部安東尼奧 結果反被弄 導致傑哈重傷住院 而死神跟76說想要去抓安東尼奧 但76怕捍衛者會因為這件事件 導致捍衛者整個被弄黑 因為安東尼奧有很多政府官員罩著 所以死神就自己出動了黑衛部隊 去解決這件事情 再來這部漫畫裡 我們知道了傑哈應該就是在這時候死掉的 你可能會覺得 傑哈這個名字怎麼這麼噁手啊 沒有錯 他就是奪命女的老公 傑哈應該住院後不久就被洗腦的奪命女給殺掉了 再來 利爪組織並不是從黑衛變成的 在這之前我一直以為利爪是黑衛變來的 因為捍衛者解散所以黑衛就變成了利爪 但並不是 而且死神還很恨利爪組織 那他為什麼加入呢 Jeff在直播的時候說到 這個制裁的行動導致了黑衛曝光 也改變了捍衛者組織的命運 所以這件事件可能就是捍衛者解散的原因 甚至可能知道死神跟莫伊拉為什麼會加入利爪 76跟死神是怎麼變成死對頭的 麥卡利跟元氏為什麼會退出黑衛 還有就是死神怎麼變死神的 這次事件的死神會已經是死神了嗎 也就是可以用亡靈形態了嗎 以技能來說是應該可以的 因為官方應該不會為了故事而移掉技能 或是加上新技能 但是以故事劇情來說 我自己覺得應該莫伊拉還沒改造死神 而是會在這個事件後死神中傷了 莫伊拉才救她 又或者是死神為了這次的行動 要求莫伊拉改造她 也是有可能的 希望在這次制裁行動的劇情模式 可以知道很多故事 好啦以上就差不多是關於劇情的東西 接下來講遊戲本身啦 在這次的預告片中 可以知道莫伊拉有新造型了 也就是當時黑衛的莫伊拉 不過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一套啦 再來 Jeff在直播說到 死神也有新造型啦 而新造型的名字是 士兵24 也就是跟76一樣 是在士兵補強計畫中改造的 再來有很多人猜 預告裡的狙擊手 會不會是奪命女的新造型呢 有可能 但是我自己覺得蠻醜的啦 當然有可能會是去年的零度叛亂一樣 歐瑞莎有個歐瓦斯斯的造型 所以制裁行動裡的敵人也有可能是其中一個造型 最後Jeff還說PTR會上一張新地圖 也是這次行動的地方 威尼斯 但是會是PVP的推車地圖 期待啊 期待下禮拜到底會給我們什麼劇情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點喜歡 並分享出去給更多朋友 想繼續收看呢 可以點一下說一下的訂閱 怕出個主播並點鈴鐺按鈕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